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去到一年多是应该有些岁月的流行 虽然这样说 如果遮住了 大家都觉得我一向做亲戚都好像 人们说我有baby face 孩子念 这个就要多谢我妈妈 因为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一位全姻子 其实我从由来加拿大回来国安法之后 我回来一年多 其实我已经决定了 因为其实我想每个人要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你才会有那种诚实去做一些抗争的事情 包括艺人最介意是什么呢 就是外形嘛 是吧 就是给人感觉哇 你老了 或者你好像没有那么光彩 我就决定不再染发了 所以就慢慢慢慢的白色头发出回来的 我从小到大 这边其实我估计 因为做了演艺界我一直都有研发 其实我不知我自己有多少的 有时就会看到有些白的 真真正正过来加拿大就开始知道 哦 原来你都不少白头发的 但是其实为什么这一汽又好像没有白的呢 其实是有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 其实我们香港台这边也有支持我们的 就是那些叫做铜路人的商店 那他拍一个广告 那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专业的时候呢 我就说如果要拍一个广告呢 那我一定要帮你呢 因为他是一个地产的经纪来的 那他有一个楼盘想我做 那他说不介意那些人怎样 就是怕着 你知道做地产 如果人家说哇 你跟郑基基拍广告 那你就真的是你是王的了 那我说不要紧啊 我就是想人知道我是做香港人生意啦 那我也很感谢他 那我就得起心肝 就真的差不多整十个月 我都没有验过法 就帮他染了 那但是染完之后呢 那就有得他了 做完个广告 那我就有得他变回 那现在这里就多一点啦 那不怕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看到Lucy的观众 我就真的独加给你们看一下 那这边是这样的 多一点的 那但是呢 其实 越来越觉得最真实的自己呢 是喜欢的 就是我自己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想想香港 就是几多人牺牲了这么多东西 头发啊 外形这些呢 是很小很小事 那但是呢 接下来我又 可能又要再验发了啊 就要再验发 因为呢 去到十月二号 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我和我们多伦多 我们总部在多伦多啦 那这边的Local的网友 我们就没聚过的 大家因为自从那个疫情之后 大家没聚过 那我就会做一个 其实整个台啦 整个台包括Fiona Yellow 其他的同台的DJ啊 那我们大家都一起 会做一个音乐会送给我们本地 支持我们的网友 那那次呢 我真的有点兴奋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那些登台的衣服呢 很久没有人找过登台啦 因为怎么说呢 立场 其实你都知道啦 就是一做艺人 如果你有一个立场 那不论在香港 香港有立场就危险啦 在这边海外呢 那些人如果要找你做音乐呢 通常都比较男啦 又或者他们亲中的机构啦 那我就不做了 不做这件事 那就没什么机会 那些登台的衣服 全部挂在衣架那里 很久了 那我打算找回一些出来啦 就打算将一个艺人 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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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一種力量 大家一起唱的時候 又是有一個獨家的消息 我們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你在看你可以留下留言 我準備叫一些人來參加的朋友 全部帶雷射筆 雷射筆你知道香港 被人搜到就是攻擊性武器 是不是? 那就很慘了 有些人拿著雷射筆都要坐牢 不知道Lucy你還記不記得雷射筆最初 有一個時間就很多香港人曾經有一天去尖沙咀那裡 就差不多是彌尊島的盡頭 接著海旁那裡 去科學館那裡大家照顧那個 我知道 我肯定知道 我肯定知道 你也可能在現場 肯定知道 那個我覺得是香港人很難忘的一個經歷 我就叫那些人戴上那個雷射筆 我會在演唱會現場呈現那個科學館 好像一個大的菠蘿包 給大家 有些是香港人過來 有些是未經歷過這個經歷的話 去用一手 你記得當時是羅文那手叫《激光宗》 就是光加熱等於火 火加哥等於我 我以歌再加上你 溫度將提高更多這樣 其實當時羅文的歌就很熱 因為人們覺得用這首歌講《激光》 去諷刺警察說這樣也是叫做武器 當時我記得浸大的好像一個副會長 被人在深水埗那裡的商場困住頸 說他有攻擊性武器 所以那時候香港人就走出來聲援 就是恥笑一些警察這麼無理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整個音樂會裡面 都有這一部分裡面可以 喂 大家拿一支雷射筆出來 去支持大家 Hello Eric Hello 大家share出去幫Lucy 可以現場多些人聊天 還有另外一部分我就會想 你知道最近香港那個運動員那個很厲害 就是他們幫香港人爭光 其實跟政府沒有關係 資助這麼少 現在就好一點了 除了游泳 乒乓球 羽毛球 空手道 現在殘奧雖然還沒拿到什麼牌子 但是他們都很努力 我們要支持他 我就想這種香港的運動 我用香港人的運動 注入下去成為我們香港 整個這個運動 這一場為香港抗爭的運動 是要有很久很大的毅力和團結的精神 那我就在裡面 因為Fiona Yellow 曾經是一個冰冰球高手 她說她說 那我們就唱到中間 就會跟我們香港台的乒乓球隊 和現場的網友隊 自己人隊 加起來一起做這個互動 就變成了好像用娛樂的方法 我還沒去到杜汶澤 他們真的拍劇 做一些其他的節目 大家很支持他 因為他本身做一些娛樂節目 做得很成功 在網上很多人支持他 我這次的音樂會就想用一些歌 也我選了一首快必曾經改過許冠傑的 最重要好玩的一首是去笑林鄭 我又想用這些歌 大家一起唱的時候 就可以有那種力量做這件事 所以今天的滄桑感 有些朋友滄桑感不要緊 到時就會消失了 那也是一個小舞台 其實這次我們因為這邊的封鎖 就可能是一個健身 運動場館裡面 那也挺好的 運動場也讓大家感覺 是好像回到奧運的時候這樣 我自己覺得不是滄桑 我覺得可能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我覺得現在你的樣子很嚴重 那種感覺 不過現在又想到你那個音樂會 我覺得都很興奮 很熱鬧 又有這麼多歌 可以聽 還有你又說兩個隊 之間可能大家有些互相打氣 我想他的場面一定會很灰陷 因為我想在海外 尤其是你要每個地方 包括譬如我們加拿大就有溫哥華 Calgary 你想想 除了網上跟大家做節目看 那些是比較被動的 在留言留言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要真正每個地方 要動員大家的時候 譬如說612 快要有831 是不是 那除了出來的時候 肯有一些聯誼 是不是 我們就要做這些 如果我們身為一個平台 跟這裡競爭 跟這邊的電台 這邊的電視台 我們就一定要有一些這樣的節目 可能將來要有一些旅行 去令到香港人能夠團結在一起的一個地方裡面 夠膽放膽 嘩 很厲害 有這首歌 立刻為我打氣 是我這邊有人在放 OK 沒問題 其實到時候都會有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的原意 希望多些人這樣做 那補充一下那個雷射巴和雷射 為什麼是戰衫有一個全民官 官升那個雷射巴 是因為鎮委大賀那個 學生委會長方仲言 就被警方拘捕了 說他查不到攻擊線的武器 那個武器就是雷射巴 警方就說是雷射槍 還說那個雷射巴 還可以射到一些報紙穿洞 那天大家都在射報紙 後來沒有射到穿洞的 跟我們香港的朋友補充一下 說回現在你那邊是不是都有些 因為八三一就來 你那邊有沒有一些活動 還有都知道你那邊都會做很多 要關香港的話題 可不可以跟我們香港的朋友說一下 好啊 大家都要關注 我知道香港其實現在大部份的電影 尤其是那個《不利國安》的指引出之後 你想看一些能夠記錄香港一些事實的電影 就未必看到的 我們這邊很努力 今天你們現在做直播的時候 晚一點 十年的導演歐文傑將會率先在溫哥華 連續兩天 每天兩場就有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 佔領立法會那邊一起去做這個首映 讓大家那邊溫哥華的朋友就可以 星期六星期日就先打氣 能夠在預先八三一之前就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預訂到戲院 每一場都有百多人的 我知道總共四場 我們多倫多這邊 下個星期一就是30號 和9月2號呢 我們就會做我們多倫多的 李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 到時就會做完節目之後 我們會連續兩齣戲一起播 播完之後我們又有電影分享 和很難得找到香港的這個電影的單位 就是崔韻信會跟我們一起分享一個製作 這個電影裡面是怎麼樣的 所以這個情況我們就都很開心 就是在大家八三一之前 大家可以做一些 大家第一 香港看不到的電影 很多人都沒有進入過李大圍城 或者中大的事件 我聽聞都有很多來了加拿大的一些前線手足 都很希望去看回這樣 我相信都會感動的 因為歐文傑自己看了她的電影 就是她一部電影試影 這邊就多人多香港會的Irene 她都試看了戲院 她說那個感受真的很不同很不同 就是會給大家一個很… 就是不是單止 不只是傷心的問題 她說其實有點像香港人 現在去滑樓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見到李大圍城呢 她就要很短時間裡面 那些手足決定離不離開李大那個位置 那你就很像香港人 香港人就要有一段時間 你決定留在香港 還是要離開香港 那李大圍城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很危險很危險 那時候那時候就傳聞警察進去 就是抓了大家 甚至要開真槍 是不是 那他們就有一些人進去勸她走 那裡面的人也有些人說 你們不要走 那你想一下他們的心情是多麼矛盾呢 那這齣電影呢 就是給大家去重溫這一種 一種的當時大家為香港那種付出啦 那所以呢 希望這件事能夠帶給加拿大的朋友 就是希望他們看完之後 他會對香港 或者有些朋友請了他的藍絲另一半來的 那我希望他們會體驗到這件事是一回什麼事呢 那雖然你見到勸他們的立法會議員 毛依依在這個佔領立法會 很多人都已經在坐牢 那所以我們就很希望大家 其實雖然有些朋友在香港啦 我們在加拿大其實沒有放鬆 沒放鬆到的 那831呢 我們這邊呢 大家其實就有時差了 你們就知道到9月1號呢 我們這邊831呢 就會在一個廣場叫做Mell Larsman Square 那7點鐘 那如果你是在加拿大的朋友 在多倫多 來看到這一條看中國的影片呢 請你記得 無論你要開一個小時的車 或者一兩個小時的車都記得出席 那在裡面呢 也都這次有前線的手足分享啦 就是他都在這個中大裡面呢 經歷過一些很震撼的時候啦 那所以這邊我們都有的 831 不過我們就差不多這邊又會來這個831啦 我們首先就830那天就有電影的 即是李大衛城我們這邊先做了啦 就是加拿大那邊的香港人是最多的喔 應該就是有幾十萬 那現在你是那邊舉辦一些 即是香港人的活動是沒有參與的人啦 還有舉辦方面都會順利得多呢? 嗯 多了的 多了的 不過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他多了來 還有最嚴微之急就是 接下來還有五個星期呢 那加拿大就會選過一個政府 即是一個聯邦的政府 就是一個國家未來的政策 那現在呢 我們盡量都動員在加拿大的香港人 希望 希望他們能夠指頭一個政黨 就是反共和支持香港的政黨 因為這邊的困難就是他們會覺得來得久的加拿大人呢 就是尤其是加拿大香港人有選票的呢 他們就是會很多時候會考慮一下他的民生啦 健康啦 房屋啦 經濟啦 疫情啦 那如果每個黨呢 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但是你想一下 就想回我們香港那個區議會啦 雖然現在被人很多DQ了 是不是? 但是其實當時的我們香港人給我們一種啟示就說 你的犧牲呢 就是可能是其他那方面呢 你未必再想那麼多啦 我們是應該投一個政黨 是一個純為香港發聲 為了抵抗共產黨是不會怕說出來的政黨 暫時來說 我們看到的就是保守黨啦 就是加拿大的保守黨 藍色的這邊就是 就是大家看到杜魯多的政府就是紅色的 他們就是自由黨 最主要是這兩個黨是叮噹碼頭 因為以往自由黨是派很多錢的 就是派這個很多錢 那就是大家覺得在經濟的層面做得很好 那我們要想像回現在香港人所犧牲的 是不是只是經濟是你最重要的東西呢? 你這麼辛苦移民來這裡 拿了一個安全的時候 你是應該為香港做些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藉著香港的平台 不同的平台都會提醒大家 這次的投票是為了香港的議題 香港未來的政策 要找出一個黨魁 已經一直有個歷史是夠膽面對中共說一些堅定的說話 所以在這裡特別呼籲加拿大的香港人 你已經有選票成為公民的話 你記得快點登記 不要錯過這次的投票 因為香港人要投票都不能投票 現在有個假的立法會 是不是? 要選那些假的特首出來 逼民主黨要參加 我想我們要珍惜這一票 還有呼籲在香港超過30萬的加拿大人 我想有十萬三分之一是香港人來的 我想你們快點去登記海外選票 因為很快就截止 如果記不記得回來 又浪費了幾十萬的力量 我身為一個現在有選票的加拿大香港人 呼籲所有海外的香港人 今次加拿大裡面 或者你們親戚朋友在加拿大那裡 快點提醒他們去投一個投出你應該投的票 令到香港的未來 因為九月二十日一選出來就是一個新的黨魁 到底他會肯為香港 或者肯在這個共產黨裡面 他能夠做多少抗爭的議題的一些政策 希望大家可以做這件事幫忙 我們說回 其實那邊也有些朋友已經很忙 好像廣嘉年的Gorya 現在都在看這件事 就很緊張了 所以每天都找他想做個採訪 他都說很忙啊 很忙啊 信息都沒空看 可能大家都和你一樣 希望有這樣的一個議員 能夠多一些 要一個立場對中共強硬一些的政黨上台 現在這個小土豆 是不是 大家叫小土豆 是不是 大家覺得他有一點點的不滿意 是不是 現在 不是一點點的了 不過他就真的是 因為他爸爸 就是說這個 Justin Trudeau 杜魯多 其實因為他的家庭的名字很大 就是說出來 譬如說李嘉誠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曾經很厲害的 接下來他的兒子一做的話 李澤嘉欺你都會認識他 變成你有個印象 很容易在不想之下 或者那些人沒有這麼 加拿大本土的人 以往來說就是出名一點 他就投的那樣東西了 但是這次你說 就是說其實這次這個黨在做的 譬如說他在這個疫情當中 一路派錢給那些市民 當然是好的 市民有錢收 但是你知不知道已經計算了 差不多未來的三代的加拿大人 整個國家的負債已經去到差不多兩代了 都未必還清的 國債 這件事情純粹講錢 即是即時的人如果受惠 當然是很開心 你會想投他票 之後你才想 但是如果你是在想你下一代的人的話 你就算不講那個共產黨的恐怖 還沒講香港人的議題 只是講這件事你在加拿大裡面 你都應該為你的下一代擔心 那如果你在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 那何況大家都見到中共那個手可以伸進加拿大的政治 多麼厲害的時候 那是怎麼樣令到這件事可以減低或者消滅了它呢? 那就是要找一個政黨出來 那我知道呢 但是如果公道點說 在它的政黨也都在這段時間 有提出過那個救生艇計劃 加拿大 所以很多人就會想 未來你看到一定 如果那些人希望多些國會議員去游說 做多些更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要跨黨派 這邊就是這樣 這邊不是一黨專政 其他的黨 如果你能夠做到大多數黨 那你就當然容易執行 現在就還沒到的 那希望能夠有一個大多數而為香港和肯抗中共的政黨 能夠執政的時候 那就很容易了 那就容易很多 所以我就不太同意大家所說的 將來就可以跟不同的政黨 但是如果你跟不同的政黨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某程度上就好像戒了一些票 戒了一些票的時候 那就變成沒有一個 大多數政府的時候 那你就變成到時候執行又是要看那個人的面色 求求這個 那他們有很多的交換條件 那當然啦 永遠政客都會衡量了世界的其他的因素 國際的因素啦 阿富汗的情況啦 美國的因素啦 那真是其實 我們所謂做一個市民一票呢 只是可以交給這一票 憑著自己的良知 為香港投了這一票之後呢 其他的東西只可以交給上天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這些政客 他可以答應你一件事 但是下一次他做不做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在加拿大就說 我投了你 如果你真的做得很差的話 我就可以踢走你 就不像林鄭或者習近平是可以永遠這樣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最重要是去投票